對 那個講到烏領街 其實講到烏領街我 因為現在正在重新上映 然後禮拜天我 因為最近都很忙 但是禮拜天我就是決定說 好 我要挪出四小時 我想要到電影院再看一次這部電影 因為這部電影對我的影響非常非常深 然後其實蠻難過的 因為我到了戲院之後 戲院撤片 我不講哪個戲院 但是就是說原本全部都已經寫好的 那個要放的場次這樣子 然後那一天就 就前面幾場全部都砍掉 然後只剩晚上最後一場晚上十點 然後我是下午要去看 你知道我不可能等到晚上十點 然後看到凌晨兩點這樣子 但是就是覺得就說 哇 然後我就馬上問說 所以這個是怎麼樣就是 因為那是禮拜天 因為他們禮拜六發現沒有人去看 對 所以我聽到的時候 其實真的是挺 覺得很可惜啦 就是說這麼 這麼重要的一部電影 對 不管說是台灣電影來說 或者是甚至於全世界電影來說 就是它是一部這麼重要的一部片 然後它現在在台灣可以 這麼容易的被接觸到 但是可能是宣傳不夠 可能是各式各樣的 可能是現在的年輕人 只在乎現在在發生的事情 那 對我的影響很大 是因為我在國三的時候 那時候也就是 只是因為片名 真的只是因為片名 就是 就是少年殺人事件 然後我就覺得說 哇 這個片名好像很厲害 然後就去看了 對 但是我覺得那個震撼的程度是因為 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 我覺得國片這麼重要 是 我在大之前 我當然就很愛看電影 我覺得現在很多小朋友 一定也是一樣 但是就跟雅梅說到的是 相同的 就不管是現在還是二三十年前 就是我們被接觸的 都是好還會片 對 然後 你剛剛看得很開心 就是可以看就是說 喔 湯恩克魯茲好帥 還是誰怎麼樣 他這個英雄怎麼樣 世界效果文棒 對 世界效果文棒 然後你可能會崇拜一些國外的這些英雄 但是我是看到震撼的時候 我突然 我覺得那個開啟 是因為我在電影院裡面 我看到一個我的認同的故事 是 我看到了我自己 我看到了一個 我們這塊土地的一個認同感 你知道嗎 就是說你在電影院當中 你不是在看別人的故事了 你好像是不是在看自己的事情 然後那個深刻的程度 就像我離開電影院的時候 我就開始說 噢 原來 原來電影也可以這樣 這個嗎 這個跟 可以聊這一些小問題嗎 可以 簡單問一下 好 來 這個一個 弄最後的 就是 之前那個 今天是要帶掉這個嗎 沒有啊 今天是來講大根 去年 去年有上播 前一陣子幫 前一陣子剛拍完一個MV 這樣子 但主要都還是寫劇本 好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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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 謝謝 感谢观看